一眨眼 2022 年就要结束了 大家应该都很期待 2023 年我们会有什么新车 所以从这一期的节目开始呢 我们会做一系列的影片 为大家讲解一下各个品牌在 2023 年 可能或者确定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新车 如果你打算在明年买新车的话 那么这一系列的影片你就不能够错过 然后在影片的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我们今天要讲的品牌就是 Toyota 对于 Toyota 来讲 2023 年会是一个产品大年 所以我们就来捋一捋呢 Toyota 明年会引进什么新车 首先第一款就是 Toyota Vios 其实以目前的销量来看 Vios 占了 Toyota 销量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原厂对于这款车一定是非常的上心的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呢 这款车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发布 最快甚至会在第一集就发布 所以呢接下来原厂应该会有很多的动作 而至于马来西亚版本呢 Vios 预计呢还是会采用这个 1.5 公升的 Dual VVTR 引擎 但是变速箱会升级成这个 Dual Mode CVT 所以车辆的加速表现 应该会比现行的车款更出色一点 至于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也会搭载整套的 TXS Toyota Safety 线 包括主动式定速巡航 所以这款车的竞争力应该会很强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GR 家族的两个车款 分别是 GR 86 还有 GR Corolla 这两款车应该是热血分子很期待的车型 首先呢 GR 86 是一个全新开发的后轮驱动跑车 搭载 2.4 公升的水平对卧引擎 采取纯后轮驱动 这一款车不主打动力 主打的是驾驶的去 跟上一代车型一样 这一款车预计同样的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发布 然后另外一款车就是 Toyota 的 GR Corolla 其实这个 GR Corolla 呢 它的主要对手是 Golf R 所以它很多的细节部分都跟 Golf R 很接近 例如说它有这个四轮传动系统 然后例如说它是一个 C Segment 的钢炮 而且重点是这一款车保留了手排的设定 而且它的 GR 4 四轮传动系统呢 是源自这个 WRC 的拉力赛事 所以这款车的操控表现会很出色 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大带的是 1.6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加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300 HP 这个表现真的是很出色的 只是价钱的部分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不过据悉呢 这个 GR Corolla 的预售价可能会在 30 万令吉左右 至于这个 GR 86 呢 则是在 32 万令吉左右 各位 GR 迷接着这个价钱 OK 吗? 第三款车型要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车型 它就是纯电动的 SUV BZ4S 这款车是首款基于 ETNGA 平台打造的电动车 也是 Toyota 为了欧洲市场 中国市场还有北美市场特别开发的车型 这一款车呢 最让人惊讶的就是它的续航能力 根据 WLTP 测试呢 它的续航能力可以超过 500 公里 但是有一些媒体实测它只有 300 多公里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呢? 其实电动车来讲这个真的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开过很多电动车 其实电动车的官方续航里程 跟实际的续航里程 最起码要砍一个 20-30% 所以这个 BZ4S 有这样的表现 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最让人惊喜的是 这款车呢 它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加速成绩呢 如果是买到顶级版本的 Overdrive 版本呢 它的 0-100 加速还不到 7 秒 以家用 SUV 来讲 这个加速表现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重点是你看看这个 BZ4S 的内装设计 你会觉得跟以前的 Toyota 完全不一样 不过目前同样的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这个 BZ4S 在马来西亚会卖多少钱 不过原厂基本上是肯定会引进这款车的 因为他们目前已经在总部安装了非常多的充电槽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BZ4S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最后一款要讲的车其实在国外还没有发布 不过已经很快了 那个就是全新一代的 Toyota Innova Zenix 上一代的 Innova 采用的是 IMV 平台 也就是和这一个 Hilux 一样的 非承载式平台 而且是后轮驱动的 虽然讲这样子它的载重能力会很出色 但是会影响舒适性 而在新一代的 Innova 则是改用回了 TNGA GA 系平台打造 前轮驱动 而且它的平台跟 Voxy 还有 Nova 是一样的 所以作为 MPV 的舒适性它肯定是有了 而且这一次原厂还会为这款车 配备 Dynamic Fox Engine 而且是自然进去还有混合动力的版本 我相信这款车的竞争力会很强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目前 Innova 是在马来西亚 CKD 所以我们相信新一代的车型同样也会 CKD 那样价格就会很有竞争力 那么到时候消费者就不用担心只有 Serena 可以选 还多了一款 Innova 不过要提醒大家是 Innova 并不会有车滑门设计 如果你要车滑门只有 Serena 有 以上五款新车是明年有几率或者是 已经确定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新车 从这个一般的车款到运动车款再到电动车应有尽有 大家觉得哪一款车是你的新头号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另外一个品牌的新车 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